如是我闻 世尊观世音菩萨应何名为观世音 佛告无尽义 善男子 如果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正遭受各种苦难 只要他们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一心成念 拿摩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马上就会听到他们的音声 让他们得到解脱 假使众生遇到旱灾 态难 恶受 道歉 万非等各种灾难时 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观世音菩萨都会化作各种身形 来救度众生 帮助众生化现美极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假使众生遭受愚痴 妄语 贪婪 同志音菩萨 我们以后一定多多行善 观世音菩萨都会化作各种身形 来救度众生 帮助众生 去恶 去恶向善 该过自信 观世音菩萨 有如此种种大威得力 假使众生能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 他的福报绝不会落空 因此终生都应该受持念诵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不尽意 如果有人能信奉 不持六十二叶横河沙数量那么多的菩萨 而且能终生供养 食衣服 香花 医药 在你看来 这样的善男子 善女子 功德多不多呢 非常多呀 世尊 假使有众生念诵 观世音菩萨名号 甚至短时间的礼拜和供养 所获得的福报 与前面所说的善男子 善女子所获得的福报 完全相等 毫无差点 在百千万亿节那么长的时间里 也不能耗尽他们的福报 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此的功德 能够以各种身形 游历各个国传 救度那里的众生 你们应当一心一意地 供养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能在众生遇到恐怖 危急 灾难的时候 把无畏 捕失给众生 所以多佛世界都称观世音菩萨 为师尊 师尊 师尊 我现在就供养观世音菩萨 无尽异菩萨 解下脖子上的珠宝音落 把他供养 把他供奉给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出于对所有众生的慈悲 立即收下音朵 分作两份 一份供奉给释迦牟尼佛 一份供奉多保佛塔 佛说 观世音菩萨 不持过千亿那么多的如来 并发下了清净的法乱 但有众生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字 见到观世音菩萨的身下 心中不停地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就可以消灭三界中的所有苦难 观世音菩萨能在众生遇到痛苦 烦恼或面临死亡危险之时 作为众生的依靠 慈悲平等地救度一切众生 具备一切功德 所以你们应该顶礼佛拜观世音菩萨 二十 神地菩萨 白佛言 世尊 若有众生听到这篇观世音菩萨评 知道观世音自在无碍的菩萨行 了解观音菩萨 广开无量法门 视线各种神通之力救度众生 此人所获的功德真是无量无便 释迦牟尼佛说完普门评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感动地参加法会的所有众生 他们都发下求证无上证等正决心的誓愿 感动地参加法会的事情 感动地参加法会的所有众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